哎老公啊 我最近看一些电动车品牌被保险公司拘保了 然后我们以后这个电动车不会买不着保险了吧 哎我还真就因为这个事 咨询了我一高同学 他是数学专业的啊 现在在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做竞选室 他就跟我说啊 是因为这些品牌的电动车 实在是赔偿的金额太高了啊 这个 就是入不敷出呗 对 那你就涨点保费呗 也不至于不给保了呀 哎我还真就问他了 那涨点价不行吗 他说赔偿金额实在太高了啊 涨一点吧 还是得亏损 涨多了吧 那可能保险就没人买了 所以还 索性一刀钱 对 还不如就不给保了 实际上我们电动车的保费啊 比油车已经高出不少了 他们保险公司怎么还会亏钱呢 这我他还跟我讲了 真就跟我细致跟我讲了 就是电动车啊 一些品牌的 他实在是怎么说呢 还是有点不靠谱啊 烧的呀 什么各种故障啊 这个有点多啊 哎哎 那你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就是他自己不但烧自己 他可能是成串的烧 对你说对了 你说油车你出个事故 他就自身 再加上一个对方 顶多赔俩车呗 对不对 电动车不一样啊 我靠他要一带一扫 烧一串 有的在地下车库一扫 整个一车库的车全没 是吧 你这必产者保200万 可能200万全包出去 那玩谁受得了啊 一个车保费可能才就几钱啊 所以他最后一算 他亏钱亏不少 哎那不对呀 如果经常发生这种 成串烧的这种事 我觉得我应该在网上 能刷到这种视频的呀 哎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他们这些公司的公管费用 都花哪去了 人家会下架视频呀 你能看得到吗 但是保险公司赔出去的钱 他下架不了呀 那我们作为这种普通的消费者 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 那就买更靠谱的电动车呀 自然率故障率都低的车 比如说我们开的特斯拉呀 特斯拉没有任何广告公管费用 他只要烧一个 你在网上肯定能看到 那你怎么就知道特斯拉没有广告公管费用啊 很简单啊 特斯拉的英文财报你要是看不懂 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你去看看他们的官网 他们自己的那些视频 那些播放量和点赞量 你看看 还赶不上我这一小组的呢 他们真要是有广告费 公管费 不得先把他们自己官方账号的视频播放量点赞量 先冲上去啊 给您看看